1、2、3、4 好的,伊隆王者挑战赛终极对决 现在开始了 是 我们看到伊隆换到了 左驾 是 观众瞩目的一场比赛 伊隆这次也是经历了八个月 是 一丝 伊隆本来是想乘胜追击的 对,乘胜追击的 其实这是一个陷阱 对 对方看来这个反应特别快 对 是 这场比赛的备战两位真的都付出了很多 是的 西迪猜这边是请到了多球的前教练判了 而伊隆 刚刚出场的时候方面就在介绍说 他找到的是比较资深的一个拳击教练 对,拳击教练可能想在拳法上有所突破 尤其是对战西迪猜 可能想在拳法上多做一些文章 对 对,那么 知道泰国选手对头部的防守 是 可能是薄弱的地方 所以在拳法上肯定是有好处的 是 但是西迪猜 这个作为这个 世界排名第一 他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对 尤其在防守上 他做的 还是很全面的 还是很全面的 对 嗯 他最厉害的就是你 表面上是波兰毒精 缺乏机器 是 但是他没有破绽 你找到他的破绽 他突然性非常好 对 对 在进攻和防守 防守两方面做得非常到位 对,其实两个人还是都比较谨慎的 是 是 那么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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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能 噢 不能 不能 噢 噢 这是一个犯规的动作 陈伴依提醒了 后边腿非常冷 因为一龙换了一个反架 这样对他的后腿的扫踢 确实是有了 一条不能站得不到 站出去 站出去 又是一腿 又是一腿 很危险 手拿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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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龙的反应有一些 磁缓了 现在 对 可能受了几次的重心 又是举起来放手 试一自己没问题 这个时候该换个架 对 可以换个架 做一下头部的防守 对 哇 不能防守 不能防守 又是孤静的 孤静的提息 第一次的 好 比赛进入了最后的十秒钟 第一局的 一龙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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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部的防守 头部的防守 是 做好 头部防守 好 第一局时间到 第一局时间到 对 很揪心 是 很揪心 对 因为一龙有换了架 在这场比赛中 西体赛也抓住了他换架的 这种报架 所以说对他的后腿 后腿踢的这种高扫 头部的高扫 确实是很有力 所以说他一直在启用高扫 是 又是一龙 对 头部的防守又 又缺少一些 没想到对方 对方的这个 这个适应能力这么强 对 我看一下回放 我们看一下回放 由两级到三级的这种高扫腿 可能这种发力的点 可能没有打得特别准 其实发力点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 对 说明一龙的靠近那能力 还是确实是不错的 对 这种高扫腿的话 这又是一件 一般人是扛不住的 是 一般人是扛不住的 那一龙是没反应的 基本上没反应的 一龙要加油 一龙要加油 尤其要把这个 头部的防守要做好 第一个是防守要做好 然后才想着怎么样去进攻对手 对 是吧 好 一龙看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后边队 后边队 哦 继续抓人了 吃中了 吃中了 没问题 这种滑倒是没有有效得分的 是啊 不是这种进攻的有效 对 确实这种吸力太的这种 全息的运用啊 是啊 尤其是吸 左头防守 一龙 哦 连续的肌腹 哦 一龙 转身的后半 一龙现在行动有一些慢 有一些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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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拳拿起来 拳拿起来 对方有一击 互高少 又来 又是一击 一龙抓银记 一龙抓银记 这个时候一龙的摆拳 哎 好的 把也摆拳 好 太冷了 这个 就在一轮 想要进攻的最一瞬间 看上能不能站起来 一龙加油 一龙加油 你们站起来 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太可惜了 这一回 而且是很多腿的命中 我觉得这一回太可惜了 而且这场比赛对伊隆来讲 压力轻轻的大 压力太大了 所以况且对头部的防守还是大意了 尤其是在换左架的时候 对头部的防守 确实还是确实 对 确实是 但是伊隆这种精神 这种敢于像这种强者 这种亮剑的精神 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 对 值得我们学习 对 能战胜的那场 方方之前我们一致一代下 这场比赛已经是英雄了 对 这场比赛的输赢 我们就讲 尤其是 他的技艺大于了 对 他的技艺 伊隆已经是三十岁了 这个西里在刚刚二十六岁 应该三十几岁的老将 对 对 对 我还有翔哥 然后年龄都是相仿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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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尤其是像伊隆 从这个不知名的草根拳头 所以一路一路走到这个内台上 然后跟这个世界一路的技艺术 去进行较量 我觉得太少了 他已经胜利了 他已经胜利了 他已经战胜了自己 没错 就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 都应该给他鼓掌 都应该去尊重他 都应该去给他鼓励 都应该向他学习 我们所有的职业选手 职业选手 应该像他这样一位 伟大的社会去学习 没错 是 其实在这里我们也要非常感谢 一直以来支持我们 是 支持伊隆的 我们要感谢伊隆的 这个亿万粉丝们 观众们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不以成败论英雄 我不知道 今天现场的这样一个结果 是不是您所期待的 是所想象的 观众朋友们 两位英雄 在这个队台之上 为我们的奉献